第十四题,十四题到第十五题是题主,若我们将一保利龙球丢入水中后,我们试着用手将球缓缓压入水中,在瞎压的过程中,在深度变深时,我们发现手的施力就需要越大,当球全部没入水中后,我们还是持续将球往越深的水中压入,如图一到四,是回答十四到第十五题的问题。 第十四题是问,对这整个实验过程的叙述,何者叙述正确?假说,代表球在水中的体积越大,则手的施力就要越大,前面的体干已经告诉我们,没入水中越深,我们的手的施力就要越大,这个是因为浮力一定是等于排开一体的体积乘以一体的密度,我们压入水中越多,排开一体的体积就越多,它的浮力就越大, 所以我们要抵抗浮力所需要施的手的下压力就要越大,因此,地甲的叙述是正确的,以说,从图一到图四,整个将球压入水的全部过程,浮力随之变大,这个是错的,从图一到图三,我们没入了水中的体积就越来越多了,浮力是排开一体的体积乘以一体的密度,所以我们的浮力也就会越来越大, 但从图三到图四,我已经全部都没入水中了,已经是排开全部的体积,我排开的体积就没有发生改变,因此浮力就不会变大,所以图一到图三浮力有变大,图三到图四浮力是相同的, 所以乙的说法是错的,所以我们的饼的说法是对的,他说,保力龙球已经完全沉入水中后,排开时的体积已经完全无法再增加了,这个是对的,因为我已经就是排开了全部保力龙球的体积,我就不会再增加了,所以呢,甲跟饼的叙述是对的,第十四题问我们说,对这整个实验过程的叙述,何者叙述正确? 我们答案选择是C,甲饼